貨櫃航運已經開完股東會了 當然也要觀察一下 明天的上海集裝箱指數 有沒有在續牆 那當然有開股東會 就會給股民很大的強新增 如果他的產業趨勢又再往上走 相信大家都會非常有興趣 有人說股東會甚至超越法說會 好 這邊來請教世俊了 股東會好像股民現在參與的 興趣變得很高 因為有蠻多人都會去股東會上要東西 領紀念品啦 希望股力增加啦 你有做過這種事嗎 倒是沒有 因為早上都比較忙 那現在其實大盤漲到了位階 最近又做拉回 我們看新聞看研究報告 想要知道這個公司的利多 不如就看股東會對不對 公司派試出的利多 如果是正向 股價都會漲嘛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今天的節目 就是來觀察一下 非電 航運部分 然後電子部分 哪些股東會講的好的 或是我們預期他講的好的 好 那我們先來看 已經講完股東會 全部貨櫃三雄全部都開完了 對 那最近其實 非電部分 就是在航運是特別強勁 我們看一下原因 那最後開這個股東會 就是台華頭控 他講到說海運的旺季 看到第四季 那其實我們都低估了這個 紅海危機 造成的運價大漲 應該也不是且戰且走啦 但沒有想到可以亂這麼久 可以亂這麼久 然後就是一直亂一直亂 然後這個運價一直漲 那台華頭控看到第四季 忘記 忘記 忘記到第四季的原因 當然主要是這一個 就是美國8月1號 要對這個中國部分的商品 加徵關稅 那你全部的貨物 都要擠在這個時間要出貨 那當然就是會造成什麼 這樣造成這個缺貴的惡化嘛 所以這個台華頭控是看好運價 到第四季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今天的航運股 其實表現 今天大盤跌快300點嘛 對 298 表現都相當不錯 對 相對都抗跌 然後那再來看一下其他原因 那再來看就是說 第三大航商 法國達菲海運是宣布 要調高亞洲到歐洲北部的運價 就是說六月下半 遇到七千美元 本來是五千嘛 調到七千 這麼多啊 調到相當多啊 對 然後再來看這個 紅海維基推升運價 第二季 第一季已經獲利都相當不錯嘛 那你看想一下 五月份的時候 運價才開始飆漲 那五月份的 這個獲利一定更好 然後再來營收也很好 接下來就要公布 這個五月份的營收嘛 然後再來六月份營收也不錯 接下來就要看第二季的季報 所以說目前來看 運價如果一直漲的話 那這些航商貨利應該不錯 再來看這個ACFI報價 上禮拜就漲7.24% 那我們就視覺直觀的看 這是那個很陡峭 對不對 很陡峭嘛對不對 那從3月29號 漲到5月24號 漲56% 正常來說啊 現在是2703點 正常來說 1000到1200點 航商大概損一兩坪 對那2700點代表就暴賺嘛 對不對 如果說 暴賺 對暴賺 如果說5月營收 營收暴增的話 當然就可以期待這個 第二季的財報 那歐線的集運指數啊 最近也其實也沒有跌 他就是高漲震盪 好 沒有漲也沒有跌 不過現在大家比較貪心 都會希望可不可以再創高 對那其實他已經漲非常多了 已經漲非常多 那我們就靜待說 這個禮拜五開出來的 ACFI 看有沒有機會再續漲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 他們的財報 跟這個券商目標價 好看券商目標價 對那財報其實都不錯啦 4月份營收 其實大部分都是月增 那第一季 EPS更不用看 這最多是 倍數兩倍啊 成長兩倍 成長1.7倍 那就先看 這個券商目標價 當然長榮的話 看最好是小謀 看到300塊 300塊是有點扯 目前是還有點遠 幹嘛這樣講人家 小謀明明做比較短 很喜歡看那麼多 那在國內券商 大概都是260左右啦 260 當然還有 目前還有一小段距離 可以期待 陽明的話 就是國內的 本土的看的蠻好的 看最好統一 看到1101 破百耶 破百喔 已經看到破百囉 陽明萬海都是看到100囉 然後星星的話 原副看40 第一金看36 大家都還有一段距離 其實散裝航運 大部分都到價 那就看說 能不能券商再調高 因為他們的股性 真的很難做 對 只有你對他們 真的不離不棄 真的 因為他們基本面 還不錯嘛 然後再來看一下 育民的話 是原副70 惠陽的話 大部分都到價 我最新看的是富邦 有調高到91 因為之前看七十幾 其實早就已經 漲到七十幾了嘛 好那再來看一下 我們就挑兩檔來看 好 先看陽明 哇 陽明相當強 這位是 好稱谷海王陽明 看一下這個上次來講陽明的時候 五月九號 不知道他會長那麼多 那時候在這裡 然後就在這裡 然後那時候我認為說 看一下他的財報 等一下營收 就他根本不等 不等 我說如果超過一塊的話 他可能就會往上漲 結果開出來不得了 是兩塊六 嚇死人了 那時候要等季報是不是 隔天就公布了 然後就就往上噴了 就開始走這一段 從五十幾塊 飆到八一點四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 就是說陽明的話 因為他的四月字節 零點八四 所以合理預期說 今年法人估十到十一塊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說 永豐目標價是九十二 統一一零一 所以現在目前股價是七八三 其實還有一段距離可以期待 淨值的話 年底預估是九一點九 那就看看有沒有機會往淨值 好那股價面怎麼操作 就技術面來看 其實最近是做這個分盤交易 從這一天開始 那天的高點是七六點四 今天的收盤價是七八點三 所以說他在分盤交易這段期間 並沒有拉回 反正籌碼安定 那明天解禁 好明天出關 明天出關 那看有沒有機會 最近是拉回到十四線 就開始收個紅K 看有沒有機會 衝過前波的高點 八一點四 市場上應該都還蠻期待 目前的話四百張大戶 都還是往上 那外資投信稍微做調節 但是調節也賣不下來 所以這檔的話還是樂觀看待 雖然說前一波 如果大家都沒有上傳的話 其實想賣都已經賣了 我看這波漲的時候 這融資一直降 然後再來看第二檔 第二檔是長龍 長龍最近比較牛 比較弱 反而沒被關的最弱 對那因為主要是他之前漲太多了 然後他的歷史高點是多少 233 我們就不論減資 或是在這個除息啊 之類的 高點 歷史高點 233 航海王的時代 所以他是非常的逼近 那航海王的高點 好那前波剛好很巧 他漲到229 就漲不動了 差一點點 對所以我覺得長龍的話 目前的話 這個 預估市場預估說 年底的禁止是240億 所以他還低於禁止啊 目前的話 只要說預估年底的禁止 那如果說你做長線投資 其實最好的投資就是這個長龍 如果說你長線的話 因為他算是體質最好 體質好轉非常多 對 他有投資這個節能環保船 減碳的成效不錯嘛 所以就是做全球來看啊 競爭力是最強的 那看最好的是小模 因為他認為說運價 應該會停留在高位 會更長的時間 那我覺得長龍的話 你操作 因為看400張大戶 是有稍微減少啊 但還是維持高檔 那最近拉回其實是亮縮 他是走一個箱形區間 那如果說他能突破區間上緣 代表說他能 創那個歷史高價233 那應該就還有一波 那如果說你保守一點 就等拉回到箱形下緣附近 那大概在月線那邊 你再做低接 因為如果說箱形的話 還沒有正式突破 大概就是來回這樣震盪 好那這是貨櫃航運部分 他應該有被0090稍微調節了一些 對那至少沒有被踢掉 因為他本來以為他會被踢掉 這踢掉就嚴重了 踢掉可能就 權重太高了 對那權重很高 所以就可能賣壓就會比較重 好那這是長龍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這個散裝航運 散裝航運是這樣子 以前那漲都是大船帶小船 是 那之前其實貨櫃航運沒動的時候 散裝就先偷漲 那現在貨櫃航運漲完 那散裝航運也有機會跟上 那最近沒有 最近這一個禮拜才開始動 之前沒有漲 那因為報價沒漲 因為BDI對啊 對報價就橫在這 好那你看一下最近其實沒有漲嘛對不對 可是已經止跌了 你看最近這一天BDI小漲0.3% 那BCI小漲2% 所以開始有一點止跌的跡象 看有沒有機會做反彈 那指標股看最近最強的是 2605的星星 那為什麼要挑星星 就是說 我們想一下之前大家都沒想到說 陽明萬海可以從40幾塊 一口氣就飆到80幾塊 那為什麼要找低價 找低價 你說找這個 低價 對惠昂KY70幾塊 那你再往上衝 就動力就沒這麼強 所以你看一下這個星星 30幾塊 30幾塊是最近 之前才20幾而已 對耶 之前才20幾 那所以就有這個動力 外資最近突然進來爆買 而且不是隔日衝啊 如果隔日衝應該隔天就賣掉嘛 對不對 連買 連買 而且爆買 然後股價就開始出現這樣網上的爆衝 好那我們先看一下星星這檔股票 去年EPS是0.76 他發很大方哦 發的鼓勵是0.75 幾乎全發 對 第一季就賺0.6 第一季就已經快逼 跟去年已經差不多了 那法輪是估今年的獲利會 大幅的提升 再來看一下法輪目標價 第一季是36 其實也快到了 之前的時候 可能20幾塊估36覺得有點遠 居然快到了 原副是估40 好那外資最近10天買超3萬張 最近開始爆買哦 那留意一下這檔股票 像昨天是出一個超級大量 對 因為昨天是往上衝之後 流很常上一線 但是也沒有跌哦 今天也沒有跌破這個大量的低點 所以這檔股票 你如果說 保守一點 你就回到五日線 再做進場 是 然後如果說 因為你看之前的壓力 大概 你把線劃過來 大概他到30塊 就掉下來 那居然30塊可以突破 而且沒有拉回的話 我覺得這檔還是可以特別留意 往上衝的機率還是蠻高的 這是散裝行業的部分 好運價沒漲 外資布局必有原因 對 一定有原因 那如果說運價開始漲 那我覺得就助攻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重點來 就是股東會 未來一週其實還有200多家 要開股東會 我們從明天抓到下週五 我抓出來我也嚇一跳 居然有200多家 好 那其實股東會行情就分為三種 第一種就是公司釋出來的 鼓勵政策不錯 展望不錯 那最近都是展望不錯 股價開始漲 再來融劍強制回補 那這是幾個月前 那是說比較偏中小型股 然後說卷值比高的 再來就是董堅改選 那現在我們要看的是這個公司 公司派四處的漲望 那最近其實說 股東會對下半年做漲望 這個公司的高層 如果說產業前景看得不錯 就會有這個股東會行情 比如呢 最近的聯發科 之前都不動 開完股東會之後 創歷史新高 對 那陽明萬海 陽明是上禮拜股東會 講的也不錯嘛 然後就往上漲 那萬海不錯啊 萬海要講說他沒有什麼缺貴問題 八成五都是自製的 那其實這一波萬海是最強的 這個躺在地上很久的光寶科 真的是翻身了 對就是翻身了 然後像南電 南電也講到說 其實最壞的情況已經過了 可能第二季第三季會更好 這也是趴了很久 很久很久 然後股東會終於開完的時候 開始有一點好像有轉強的跡象 因為ABF這波是比較弱一點 好 那我們看一下說最近要開 這怎麼挑股東會 怎麼挑 我先看幾檔比較重要 然後明天最重要就是紅海 紅海 你眼睛很好 對 一定先看到紅海 對然後再來看比較重點 比如說AIPC的 人寶啊 紅積 最近很熱的 紅準 藍天這都是很重要的 都在第一排 第一排 中間都還好 中間都還好 再往右邊看最重要的 台積電 下禮拜六月四號 好 再來就是大家最最關心的 索羅門 索羅門 到底在長什麼 那什麼應該放出來了吧 對 應該是放出來了 我沒有仔細去看 六月七號 六月七號 索羅門 這也是最重要 再來就最近很強的 廣民旗下達明機器人 好那這些我們 但是怎麼挑 就是說太多檔了 我們要怎麼挑 我給大家一個簡單的挑法 直接試劇幫你挑 就在這裡 好 那我們用這個大數據 做一個選股條件 因為我都挑電子股 你都挑電子 都挑電子 對 那我們先第一個就是說 前四月營收 他一定要正成長 你跟去年比 他一定要正成長 好 再來第一季季報 一定要正成長 總不能第一季季報 跟去年比還還衰退 那當然先把它踢掉 再來外資買超 因為最近外資其實賣蠻兇的 今天也賣了400多億 對 那如果說外資是買超的 代表說比較看好 那我們統計到昨天 好 那我們挑了幾檔 塞出來其實真的不多 大概就是八九檔而已 好 那我們先看這幾檔 好 那第一檔是聯牆 聯牆最近外資買很多 然後 投信是賣超 因為是00878 在做一個換股 對 所以說投信卡滿多 可是有時候是這樣 ETF踢掉之後 籌碼被外資吸走了 反而更乾 籌碼更乾淨就容易漲 反而穩定 對 畢竟說聯牆在IC通路裡面 他漲不算小的 對 好 那我們就看一下 他股東會的焦點 假如說他說 消費型電子付出狀況不錯 搞不好股價也有有所反應 那第二檔是最近很夯 昨天漲停板 這個 福信 還真不認識他 也就是虧轉營的 虧轉營 對 他主要是AIPC相關的應用 他主要是做準系統電腦 準系統電腦 這種DIY電腦 對 那可能也有一些AIPC的題材 算是比較偏這種 冷門 冷門的題材 反正神盾都可以漲停嗎 虧轉營當然可以 對不對 這些股票其實 因為今天電子股有跌嘛 對 那所以說都有拉回 可是他是最近 這些股票都是最近的熱門股 比如說聯軍 聯軍夠熱門了吧 對不對 矽光子加封裝 那也是虧轉營 那也是矽光子 CPU 大家都是股東會交領 那一定是這個嘛 不可能是其他的嘛 對不對 那最後一檔 我們看這個藍天 藍天的話也是最近也相當的標 AIPC的銷售狀況 當然市場也是關注說 股東會到底講了什麼 所以這些股票 如果他們股東會釋出的狀況 不錯的話 搞不好有機 在網上激烈的作用 那我們就挑兩檔出來看 好 先看原相 那原相的話 當然他就是做這個 IC設計部分 那其實他大部分的營收 都來自於滑鼠的晶片 那今年的話 對 感測元件部分 那你看一下他的滑鼠 遊戲機 消費電子 還有其他IC 是三大產品 現在今年 他其實公視派是講 記記針 那還有公這個 重點來了 機器人的商機 也有機器人哦 對他這個光學感測器 應用在像是這個眼睛的部分 機器人眼睛的部分 就是視覺部分 那就是 期待他法說 會不會講出 跟機器人有關的商機 那第一季 EPS 2.02 剛剛看是 年成長是相當多 6000%的樣子 4月營收是30個月的新高 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個營收部分 你看4月營收是 月增6% 年增31% 這就是近30個月新高 你看之前都沒有這麼高 然後說前 前4個月累積是年增51% 所以營收是真的有起來 就等於去年很慘淡對不對 對 那你再從股價面來看 最近的外資跟投信 開始買 同買耶 同買 那因為外資最近都在賣股票 他如果進來買 代表說這張股票 搞不好有機會漲 然後再從技術面來看 原相來過去來看是那種 很牛的股票 整理很久 有時候很牛的股票 不小心網上表像正威什麼的 搞不好也很不得了 真的要牛很久 對 那先看一下原相 他的股價 你看最近是連續5根紅K棒 對 那怎麼辦 已經5根紅K棒了 我問他沒漲多少 才從158漲到170而已 好 其實沒漲很多 而且他均線全部糾結在這邊 是 剛轉強而已 那你看他就是底底高嘛 對 頭頭高嘛 對不對 頭一個這個 朱老師的這個技術分析 是 然後又是有帶量 突破短期均線 那我覺得 看有沒有機會來挑戰前高是181塊 技術面看起來是蠻漂亮的 這第一檔 原相 第二檔我們看一下 那剛剛是IC設計 再來就是 這個散熱 最近這最強就這兩個族群 好 我們先看原三 原三的話是 他的題材 第一是配息不錯 高值利率股 高值利率股 再來就是 第三季有機會 切入這個 液冷散熱 水冷散熱 那原三的話先看一下 他其實原本是車用散熱為主 大客戶大概是歐洲的車系 像是B&W 德國福斯 賓士這些 那家電 他有做家電 他是有自己的品牌 還是進入旺季 重點來他就是要持續發展這個 液冷散熱跟熱交換控制技術 還有切入這個水冷散熱 冷卻液的監控主機 就所謂的CDU 那像這個有切入CDU的分期管 就是這個高利 高利 最近很飆嘛對不對 好那再看一下他去年是賺4.08 配三塊 配三塊不錯 因為三塊 你看今天股價是64.6 那你殖利率多少 殖利率是4.6% 對之前一度就大概5% 對 那剛剛杜大師講到 台股的殖利率是2%多 哦 那你說現在殖利率如果超過4.5% 其實是不錯的 你看最近三年其實發的股力都相當好 都超過2塊 那 2024年就是發的最多 其實將近3塊 好那你再看一下股價 之前有創一個小高點 那留商影線 那為什麼 因為碰到前高嘛 72.6% 有個大黑K 對所以有一點賣壓是很正常 那今天賣壓有點重 今天電子股都是跌的 好那你先看一下說 跌下來當然代表說殖利率越高 好那剛好畫一條線來 之前是WD行程轉強 那如果拉回到十字線 再做布局 我覺得是可以多可以看看 400張大戶 有慢慢的增溫 所以這檔股票 反正今天我們挑一檔 跌的出來講 看有沒有機會 達到十字線做止跌再反彈 好散熱其實他也夯過啦 對不對 對夯過 雖然是少數還沒有辦法過前高的 但是他有殖利率哦 所以大家可以來參考一下 好非常謝謝我們的施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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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